张和声 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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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在路上 所以说呢 我想说既然我们直播前面已经有47位朋友了 我们这个翟本桥翟总非常的有吸引力 就是刚刚的访谈已经可以看到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话题 然后进入了V台湾的 Life House的频道 所以我想说 就是说在等蔡政委这五分钟的时候 我想就是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外面这一圈的桌子 是按了这个按钮之后就可以发言的 那就是发言完之后 就麻烦把按钮关掉 这样子以免会有echo的状况 那里面的这两位呢 是可以共用这一支麦克风 这也是一个共享麦克风的概念 对 然后那所以就是 这是目前会议室的情况 然后我想接下来就是 我们会请各位与会者 就是先花大概十秒钟左右的时间 先告诉我们的记录人员说 您希望被用什么名字 或什么头衔记录 然后就是好比像说 我示范一下好了 就是我叫唐凤 就是记录唐凤就可以了 然后那我在这边的感觉是 我觉得很高兴 就是说能够看到 之前在线上隔空放话的 许多朋友们 这个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相见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您来这边有一些 就是感受的话 因为我们待会的讨论 也是把网友们的感受 就是他们都是用 我觉得开头来说的感受 所以不一定是对这个议题 也许您来这边 或是您有什么期待 可能花个大概十几秒的时间 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如果这样OK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从左边 就是轮流这样子过去 这样可以吗 谢谢 好这个不好意思 这个晚到了一点 我是台师大管理学员陈登基 目前任教育是个气管系 那我的专长虽然是在气管系 不过主要还是在交通运输方面 尤其是跟交通运输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比较有关系的部分 好我想简单做这个介绍好了 等一下再 因为还没有定下来 等一下我们再好 我们慢慢谈 大家好 我是交通大学运输管理学系的王金源 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那过去做了一些交通部 有关计程车的一些相关研究 那这几年呢 做一些有关计程车的运运派遣 那最近对Uber发生兴趣 所以大概在一些场合讲了一些话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 那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来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中央警察大学交通系周文森 那我想我今天来 是因为我刚好正在执行 交通部运言所的一个 有关计程车相关的课题 那当然包含了 我们今天主要谈的Uber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今天回来会议的主要目的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翟本桥 我骂过Uber Uber今天要来回应 谢谢 各位大家好 我是交通部陆政师王木横 那我想当然因为我来自交通部 大家大概知道 等一下我可能要代表官方做些说法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来的真正的目的 不仅止于去陈述官方的意见 其实我觉得在这地方 也能够听听看 尤其在这个概念下 叫共享经济 我也想来这地方来大家学习一下 在这个趋势的潮流之下 我们可能会有些政府的上的 我们法规跟这个新的科技的走向 会产生某种冲突 那我觉得在这过程中 冲突并不是就是要躲避了 我是觉得应该可以在这过程中 大家互相交流双方的经验 然后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成长 大家好 我是那个交通部录政司 我是虎迪琪 那我想来这边 其实也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会议 那我觉得也很期待 大家能够争取大家的一个认同 那以上 大家好 我是财政部赴税署谢惠美 那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 那就是很高兴 有机会能够了解 也就是这样共享经济在Uber这样的一个运作上 有更多的了解 大家好 我是财政部赴税署林华荣 也是第一次参与这个会议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可以对Uber有一个更深入一点的了解 谢谢大家 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 我是经济部商业司胡美珍 那很高兴来到这边与会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商业司曾碧云 那今天也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第一次参与这样的一个讨论会议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负税署李地中 今天很高兴与会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财政部台北国税局金四洋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意见 谢谢 大家晚安 我是财政部台北国税局林盛慧 那今天很高兴来参与这个新兴的一个行业 然后思考一下对我们所得税的影响 谢谢大家 目前这边的感受大部分都是很高兴 然后很期待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共享麦克风桌的感受 大家好 我是Airboard共同创办IC 那也是那个青年顾问团成员之一 那我们对于共享经济还有网络的创造的一个新的去中间或去通路化的一个过程其实很有兴趣 也希望可以一起来探讨这样的话题 喂 好 喂大家好 我是青年顾问团的士隆 那我同时也是学科技的共同创办人 那我一直对于共享经济有很大很大的兴趣 那期待今天大家讨论的火花这样 各位大家好 我是青年顾问团的彭彦翰 现在是中华规议团的副指挥 同时也是师大社教所的博士班学生 但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个会议 然后我也很期待 就是就我身为所了解的 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当事人都在现场 希望可以厘清我们众多的矛盾跟疑惑 谢谢 那我们既然提到当事人就开始请当事人吧 我想先请就是内桌的两位 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 可以按律师 大家好我是台湾大车队的黄维俊 那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参加这个就是共享经济议题的讨论 那也希望说可以借由这次的机会 就是不管是正方 正方或反方意见 大家也获得个充分的交流 谢谢 大家好我是台湾大车队许景佳 那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会议 那待会我会乐于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车队一些看法 谢谢 各位晚安 我是业者 台北市基因车商业同会工会的理事长 我叫王明雄 我感觉啦 进来里面很热情 但是也感觉很心惊胆跳的 我们知道今天要讲的都是share 但是都是一个概念 既然要共享经济 我今天来的也是要共享经验 大家的经验的对话 从这里就出发吧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台湾大车队总经理 李琼淑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样的会议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会议 了解这个政府 还有各位业者 还有在场的各位学者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谢谢 大家好 我是Uber的亚太区公共政策的经理Vicky 你们应该听得出我不是台湾人 我刚刚才下飞机过来 希望可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交流一下我们对共享经济的概念 跟我们的公司对这方面的一个承诺 谢谢 大家好 我是Uber台北区的总经理 我叫顾立凯 那一样就是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被邀请到 这边来讨论共享经济这个议题 也非常兴奋 就是看到学界业界跟政府官员 都对共享经济的一个关注跟讨论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谢树毅 我的职业是律师 我是Uber的这个资深顾问 今天来这边跟大家不分享法律条例 这些法令的东西 我希望能够说 借由我跟Uber之间合作的这段时间里面 有能够来作为一个润滑机能够沟通 能够作为一个交换意见的一个桥梁 那这也是我们学法律的人 不可旁贷的一个责任 我希望我今天能够扮演好这个角色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宇昌 是社群参与者宇昌 那今天会过来主要是 代表楊孝先来发表一些意见 那在发言单上面 请把我记名为宇昌就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国发会发行中心 吴嘉玲 非常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个会议 那我是第六次参加这个会议 那我们对于共享经济 我们希望能够凝聚 请听各位的意见 然后把这个意见作为 未来共享经济政策的一个严理参考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科法所孟山 我是Stella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宋路十二 我名字叫薛雅婷 那大家可以叫我Wendy就好 那我是今天第一次参与 这个共享经济的这个会议 那就是会 尽我所能把各位 等一下在会议的过程当中 一些重点做一个整理 谢谢大家 那当然最后是我们的会议的总召集 请跟我们说几句话 好 各位好 我是行政院蔡玉玲政委 今天非常高兴 其实今天我们是 虚拟世界法规条式version 2 2.0的这个第二次的会议 那我们在形式上也有一些改变 那之前做一些意见调查 所以等一下唐凤 你应该会share一下一些意见调查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试着这个尝试能够用一个新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快速的凝聚大家的共识 那当然在第一阶段以后 有一些 有一些 心得 所以我们 第二 2.0应该有一些进阶版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进阶版 可以让大家的这个不同的意见 可以在一个平台 快速的可以整合 找出我们政策的一个方向 那今天我想一定会很精彩 我们就保留时间 让大家多发言 谢谢 那谢谢 我先介绍一下今天时间的一个结构 就是说 就是大家刚刚自我介绍完之后 然后也很高兴 线上已经快要八十几位 快要破百位朋友 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一次的直播 那我们现在呢 接下来会先由我把 可能花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把之前刚刚就是政委所提到的 我们做了一个意见征集的 这个经验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然后呢 这个意见征集 资测会科法所有给一张简报 是他们对这个征集的报告 那也会由我来说明 那我会尽量快一些 然后就是不要压缩到 其他人的时间 那接下来我知道交通部的朋友 有要回应 那如果回应这个报告 交通部花多少时间 我想就多少分钟 我们就给Uber多少分钟 来说明他们的回应 然后呢 我们也尽量地给台湾大车队 同样的时间 那在这三份简报之后 我想就是请大家充分地 来表述自己的意见 然后也请就是相关的部会 做第一部分的回应 那回应之后呢 就是那个交流讨论的时间了 我们就会包含 就是线上Lifehouse网友们 留言的意见 然后还有所有大家 在荧幕上面看到的意见 或甚至就是对部会回应 还有回应 或者是彼此询问等等 那都可以来进行一个 不要叫大乱斗 一个交流的讨论 这样子 谢谢 那所以是今天的状况 不过在我开始之前 有一位刚刚有点迟到的 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Tony Q 然后本名是网景红 然后今天很高兴 本身是网站开发工程师 然后赞资讯业代表吧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一起跟大家一起互动 谢谢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简报 OK 这次呢 跟以前不太一样的是说 我们讨论这个议题 是由V台湾的所有的参与者 所有的工作组 大家一起按照议题 来做一个排序 在我们的问卷调查里面 发现 在所有的我们2.0的主题里面 大家最想要讨论的 就是Uber的这件事情 那第二名呢 是Airbnb 所以我们就是按照大家的 这个顺序来决定 要讨论什么东西 那这个Uber 显然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在开始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就碰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 它到底算是共享经济呢 还是随选经济呢 还是微经济呢 还是什么别的这些东西 其实学者们 也并没有一个非常一致的看法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聚焦在一个很明确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人用他自己的车子 来载客人 并且收了钱 的这件事实 那这个事实呢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能够集中的状况 比较不是说 我们把整个经济模式来讨论 而是说 这个状况 它事实上发生了 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它 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在我们在讨论的所谓的 ORID方式里面 它的意思是说 我们先确定目前事情 情况是怎样 来问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不要急着提出建议 然后接下来才提出建议 最后才做出决定 所以我想说的是 今天并不是一场辩论赛 然后那个意见征集 也不是Ivoting 我们完全没有要到 做出决定的那个程度 甚至是也没有需要到 有具体建议的程度 今天就是来 就是这一桌 其实刚刚很戒胜恐惧的 发表的感觉 都是说 想要充分地听一听 说每个人的声音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是很符合 就是我们这一次 意见征集的精神的这样子 那在意见征集的网站上面 我们会先让大家看 维基百科所搜集的 就是说绿点是合法的 然后粉红包含台湾 是有合法部分 也有非法部分 红色是虽然非法 但是Uber无论如何 还是在经营 然后那个灰色呢 是还没有Uber的地方 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 很简单的视觉化 然后G0V临时政府的朋友们 有另外一个专案 叫做政治fact.G0V 那它就是把维基百科 跟Uber相关的一个时间轴 做一个视觉化 那在看完这些 基本的inform的资料之后 他们就会进入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你可以看到 其他人的意见是什么 像这边有一位 不愿意具名的人士 认为说 供城的精神 应该是让司机去选择 他要去什么地区的乘客 一起搭乘 不然呢 只不过是白排车的包裹罢了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意见 你也许同意 也许不同意 也许你可以按不确定 那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随着你按 你的那个位置 在那边会改变 然后系统会用 就是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 去找出说 你像是哪一些 同样的意见的人 会把你group在一起 那我蛮高兴的 就是我回答完 所有这90几个问题之后 我还在最中间的位置 所以今天可能是 这个比较适合担任主持人 那然后在我们 就是这样争取一个月之后 我们有把所有的资料 都open data开放出来 然后就是邀请各界做分析 那纸本的资料上面 有uber的分析报告 那也有一些其他的老师们 有提供分析报告 我就不一一赘述 网站上之后都可以看得到 那在意见争取的 那一个月里面 在第一个星期 我们就看到有 四股力量进来 里面大概有四成八左右 也有说有职业驾照 也就是说司机大概占了一半 然后呢 那司机里面又分成 挺uber的跟不挺uber的 然后接下来的乘客里面 也分成有搭过uber的 跟没有搭过uber的 所以在一开始 就是有四组人 然后他们的比重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系统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 它可以透过感觉的修正 来拉票 然后这样子群组之间 就会慢慢地合并在一起 所以呢 慢慢地这四组人 就变成了两组人 在它变成两组人的那一天呢 这个群组一的人 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 那个想法是说 既然交通部已经驳回了 uber的行政夙愿 地方政府为什么还不注销 他们的公司登记呢 好 那把第二组人团结起来的想法是说 如果不赶时间 就算有很多计程车 我还是宁愿交uber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两种 这个南辕北辙的感受 那但是呢 随着时间过去 大家会开始往彼此拉票 所以就会开始提出一些 比较中立的意见 像同样是群组一 就会开始觉得说 其实白牌车也不只有uber 那去地他们都是交通部的责任 而这个群组二的人 就会开始发展一些论述 好比像说 其实计程车都要加入社队 才能生存 现在你可以接好几个不同的单子 这个是颠覆了不成文的规定 你看马上就拉到了 百分之二的票 这样子 好 那所以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大家一直提出一些新的感受 那我觉得重点并不是 这些群组一或群组二 他们的争议在哪里 虽然那些也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 这些是跨群组的 所有人都感觉的事情 那待会呢 也是交通部跟uber 跟台湾大支队的朋友 也希望是有 就是针对这些来回答 这样子 那当然首先就是 大家都觉得是说 科技跟法律 它应该与时俱进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安全是最重要的 那安全是要透过审核跟保障来达成 那我们目前最高票的这位 Irvan呢 他说的是说 希望计程车也可以升级 变成更棒的 更智慧的计程车 这样子的话 你搭到一个不好的计程车 你也许不需要去脸书上面吵架 你可以去用别的方式来 这个就是获得跟uber 这个一样的服务品质 或更好的服务品质 那另外呢 就是一开始有人说 应该因尽一切努力时期停业 我们不用办意见调查 那这个到最后呢 是越来越多人反对 大家还是觉得说 先听一下彼此的意见 再说 那以上是所谓的感受 那有一些人的感受 其实是可以转换成建议的 那这里是平台上面 就是超过80%的一些共同建议 那我就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我想我就不一一念了 但是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管制应该公平 然后不应该保护既得利益者 那我后来有去问 刘这一句话的人 他的既得利益者的意思 其实并不是计程车 他的另外一个想法是说 Uber比起外线式的白牌车来讲 Uber也是既得利益者 因为有几乎用不完的 这个公关的资源 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他觉得 如果过任何的法令的话 应该同时照顾到 就是Uber X 跟目前 其实我们在台湾一些观光的地方 也存在的 自用车营业的 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感觉 那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 然后当然就是Uber目前的台湾 就是没有缴税 那这个必须要提出 注意说服台湾社会的方式 那另外就是我怎么知道 我搭到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 那辆车就是那辆车呢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即使是没合的平台的朋友 也觉得 因为是在路上开嘛 跟食品药品一样 应该要特别严格的 接定跟把关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人说 如果是供城的话 那也许应该登记 然后有烫刺的限制 来购买保险 以及最后 其实有很多拿职业驾照的朋友 不管是哪一个阵营的 都说 我觉得应该开放司机同时 接受多加派遣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件事情 它其实这六个 其实彼此有些是矛盾的 有些是冲突的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这些是大家的一些想法 那针对这些想法呢 就是自测会科法所 把它归纳成三件事情 就是那三个图示 就是主管机关 应该要严格的把关 然后第二个应该要纳税 然后以及第三个 应该有保险公事 这一类的登记的程序 那字有一点点小 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在加州 是一个新的业别 然后呢 它有这三项要件 同样的在墨西哥 也是要有搭乘税跟许可费 那在菲律宾跟日本 则是有不同的主管机关 菲律宾是一个 不同的经营形态 那在澳洲跟台湾比较像 就是说有一些部分 就是我们说R牌车 就是专门的高级租赁车 那个是合法的 然后是要有这个要项 那但是呢 目前自用车是非法的 那在德国 法国跟韩国 则是禁止的 那这是自测会的简报 那接下来就是 我想我们就请交通部 来进行他们的回应 那见了 主持人各位与会的各位代表现金大家好 我想因为这个时间的安排呢 就是由我交通部当作第一个 算是对这个议题的回应 那也感谢V台湾在做这个调查 也把这个结果大概预先的一个做了一个揭露 所以我们大概在部里面的同仁呢 也针对这些大家反映出来重点的共识的部分 我们有我们对应的一些说明或看法的话 我们就整理成以下的这样子一个讨论的内容 OK 好 所以这个大概我会依照一个类似对照的方式 首先大家要跟各位说明 就我们先讲计程车的行业 它其实算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业 从人类有人力车开始 大概都有类似的服务 但所以这个行业对整个人文的社会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存在极久的 那它当然有它的一些历史的背景跟演技 那我们一直以来认为说 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讲 计程车这行业是一种管制性的行业 那管制什么呢 大概管制它的总量数量 因为它的价格要被管 它的数量要被管 另外相对来讲 计程车是等于是有两个不认识的人碰在一起 在一起共享那个空间 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安全的考量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从事这个业者的经营者身份 是必须要被确认跟审查 有一定的条件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 当然现在的法令有上去走 叫做保护人民的选择就业的权利 所以有希望能够尽量放宽 不要那么严格的一个走势 那另外一块除了人之外 这个车辆本身都尽量要有一致的标示 跟一些民事的一些象征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 如果发生不幸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东西 能够尽快地找到这个车辆的所在位置 跟找到它发生的地点 所以这个大概是世界各国在发展计程车的时候 会把驾驶人跟车辆民事标示化的一个背景 大概这样跟各位讲 但是有了这个计程车行业的时候 其实也跟各位大家所讲 就有所谓的白白车的存在 那大部分在以前我们看得到 在有些重要的场站等等 就会有大家听说过 有人在那边拉客 这种问题坦白说是一直存在的 那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呢 就是政府这一端一直认为说 为了维持这个市场的秩序 就必须要针对人跟车这样的规定 要去做某一种的管理 那另外一块白白车的部分 因为它是属于自发性自己的做法 所以它对价格 它对的要求 其实是没有人去归宿它的 那往往在这个使用过程中 在这种服务的上面 有产生的纠纷 就是它收的合不合理 它会觉得这有不合理或什么样 或是这个人本身 因为有服务上的冲突 他比如说有情绪有什么 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所以在这往往就会有人去反映 说我被这样子遭到的伤害 所以大概世界各国都会针对 这部分要去做管理 既然你这方面叫管制行业 如果有人不受管制之心去处理 就会有人对应的要去做管理它 那其实我们今天看Uber 在某种形态上 它是引进了新的技术 还有它自我定位 它认为它要比较高等级车辆 这点是它自己 对自己的市场的定位 但是我们如果严格讲起来 跟我刚才讲的背景 它其实变成一种 有系统的白白车的概念了 所以我想这是背景的部分 我要跟各位先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好 那所以刚才其实刚才 我们主持人也 我们科法所这边 也做了一个整理 把全世界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展项 展露在这个地方 我想这个我们就不多说 哪些国家有哪些没有 我想我的资料 可能还没有那么清楚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下面这句话 其实在这世界各国之中 如果各位仔细像我们 因为是学交通的 仔细注意到它这个交通环境的背后的时候 就会发现一个现象要提出来 就是说在这个世界各国之间 有的有通过 有的有禁止 那有通过的 我先从这边来去看 绝大部分各位如果去理解的时候 他们这些国家会出现一个现象 它是一个属于 供给小于需求的状态 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里面 计程车行业 在一般的运输行业 它的收入它的水准是相对在中上以上的 那因为它有这个市场的优势 所以他们因为做了比较强烈的市场保护 所以造成这些人的 在那个行业里面收益会比较多 但在这种前提的另外一面 就是可能在尖锋时间的时候 它的攻击量可能是不够的 所以就造成一个供需失衡的状态 那所以这些国家里面 在面对这个Uber出现的时候 他们其实强势去调试它 认为说那有没有像刚才我们前面讲 能不能让这个社会 从这一个参与之后能够享受到bet off 所以有些国家 它采取了比较开放的一个制度 让部分的Uber可以在有系统 或有登记的状态 可以进入到这市场 这个背景我要向各位做报告 那我们国内的状况 我要跟各位报告 那我们有历来都有政府的 营收调查的统计 在这地方可以看得到 我们计程车目前的收入 如果只有统计的角度来看 它是在我们国内 目前经济行业里面的低收入者 也就是说它的平均收入 大概在2万多 当然这个调查的部分 有可能大家低报 因为你问你的薪水 你不会正式反应 所以至少从这个数字的出现 大概它是属于我们 比较低阶的一个收入 那另外从我们现在 在外面看到的 随时看到那个车灯的明亮度 你就知道它是空车还是载客 那这个大家大概也可以经验 在我们至少在都会区的状况之下 我们现在计程车在台湾 其实是出现在一个 所谓的过饱和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的车辆攻击 事实上是大于需求的状态居多 那所以在这种背景 我一定要跟各位讲 并不是单于法令 接受或不接受 其实它背后 还有一个大环境的一个背景 在那个地方 这点可能各位要去讨论的时候 也请各位能够参考 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三个面向 就是这里面最归纳 第一个就是所谓共享经济面 这些就是刚才我其实看前面有讲到 就是说什么叫共存 共存的概念 如果这个名词 我们如果理解没错 就是说我本来要到达某个地点 那刚好我有这个空间 那我可能认为说 有些人也有这个需要 我透过某一种的媒合之后 我可以共同来完成这个 那其实我有要这个支出的理由 那这样的话 我可能share掉我的成本 那我也可以从这地方 帮大家分摊一些什么样东西 但是我想我们大家知道 现在Uber的状态并不是这样 它是直接assign一个工作给这个人 并不是他本人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附带再一个人 他其实不是这样 他是为了这个人的需求 我特别开车去服务你 那所以这个情况在我们看来 他其实就是计程车里面的行业行为一种 那从消费群来讲 我们还没办法明显地证明出 这群使用Uber的人 他其实他的消费习惯 是跟一般叫计程车人 有明显的差异 他可能对品质的选择会有不同 但是就他搭乘的需求来讲 我们认为他没有明显的差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这个是大家尝试法令方面 就是Uber这个共享平台 到底是不是雇佣关系 这点在我们台湾争议 倒还没那么明显 但是在各国之间 为什么冲突这么大 因为世界各国都有一个 比较强大的劳工团体在背后 他们认为这个造成伤害的时候 他们会跳出来 来以这个为诉求 那相对这个东西 在我们台湾可能谈的并没那么多 但是我们今天反过来 倒不是谈 它是不是雇佣关系 这边面临上面可以写 这个法令争执的地方 像加州的这些法令 正在审判的过程中 他们认定他们是 当然这个我想 我不是法律专家 我不去做这个见解分辨 但是重点的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提供的这个名词 这个title这个人 有没有付连带的法律保证责任 也就是说像我搭计程车好了 如果我是一个车行出了事 他有没有连带责任 他有的 即便是台湾大车队 或者我们今天在做这些派遣业 他不是拥有车辆的 他同样是提供一个平台 公给大家服务的 除了是 但目前来讲 他们要付连带的保证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 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Uber的例子 至少我们目前看来 他好像没有这样的连带关系 这点我也要在这地方 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粗浅 因为共享基金不是我的专长 所以我们从这地方 是我们粗浅 用我们自己能够体会的方式 尝试去对共享基金做解释 所以从后面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我们在看到Uber的情况 价格是基本上 由Uber来统一确定的 那这群人的管考机和 甚至他所谓的教育要求 是Uber所要求的 那在营业的派遣 也是由他统一来做的 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觉得 他的实质上就是一个营业 至少就我们来讲 你的价格的决定 参与的人是谁 甚至后面的收付馆等等 都有他一系列的系统 所以我们个人认为是 他其实已经具备 实质的营业东西 并不是一个 比如说568租屋网 我只是提供一个租广告的一个平台 其实他就是代表了一个实际营业 但是目前来讲 我想这个东西 等一下Uber也会报告 他们的认知可能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认为说他是个平台 他不是一个业者 但是我是就这部分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 弹性就业这件事情 我不会一一地从文字上去做 这个附送 那弹性就业这些确实 大家在想 我也听过 为了参加这些 我也去学搜寻了很多 叫做共享经济的 那各位我要在这边去讲 我们现在对应的 如果照我们刚才的逻辑来讲 其实我们对应的行业行为 都是一致的 这是一个行业 那这个行业 在我们目前国内来看 或世界过来 它叫做一个 有造的去经营的 它其实是一个 所谓固定行业 就是它是固定值的概念 那现在这个固定值的概念 今天有个part time的人进来之后 在过饱和的市场 各位可以想 它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我提高更多的攻击 先不管我们自己定位如何 但是对这块pooling的市场来讲 大家的消费者是一样的 那在这个时候 我过量的进来的时候 结果是什么 就是大家的机会分散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个别加入的part time的人来讲 他认为他确实 他就是一个创造了就业的机会 但是事实上 另外一面伤害的 就是我们固定就业的 这些人的收入的机会 所以这两块事情 如果就是所谓 南海跟鸿海市场竞争的概念 如果有一天 大家都是趋于说 反正我是part time 我价格压低一点 没关系我愿加入 这个结果会引导 整个市场的价格 就是往更便宜的角度去做 所以到后来 有可能会走向什么呢 就是这个整个正值的行业 会变成全部被part time的行业 这个逻辑我想 现在还没发生 但是我要把过程 跟大家做说明 那另外就是 所谓的降低社会资源的浪费 那对个人来讲 我相信是的 因为这个资源 在那边不用 可能就是浪费 但是我刚才讲的 它其实对应的另外一块 是专职的职业 所以这些专职职业 一旦进去之后 变成我们专职职业的车辆 它的所谓的利用率会更低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 事实上增加了 个人这台车的利用率 是没错的 但是对市场上来讲 它是伤害了那些 所谓的长期固定职业的 这些车辆的利用率 那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平衡 因为它都在一个市场里面 是没办法切磕来看的 那这就是从世界各国的讨论里面 我想有很多国家 非常重视 这个所谓的共享经济 我想我们行政院 这一阵子也非常重视 所以是有很多 在法律制度方面在学习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 现在欧盟跟日本 或我们邻近的这些韩国 甚至我们的中国大陆 目前带来讲 它还是把这一项的东西 是认为 它是违反了现行的竞争的 那这一块 好 另外就是 法规管里面的话 我们认为 不是保护既得利益者 虽然刚才主持人 有稍微解释 但是我也要再做一点解释 就是说 我们不能把继承车 这个行业 统称叫既得利益者 因为这群的从业人员 它是开放的 它是目前为止 还是可以进驻的 只要你依照这个规矩进来 你就可以登记 车辆是说有管制的 因为它管制 它是合理的收益的关系 所以这个不是一群 已经存在 而且既定在那的 而是一个行业 这行业是随时还可以加入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作 是一个对抗性的来看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 有志者进来 帮我们调教我们这群参与者 提供它更好的经营行为 更好的模式 让它刚才讲 把形状提高 经营提高 我们非常欢迎 但是我们希望 它还是在这个 有志趣的状况下去运作 最后一点 当然就像网络民众讲 它其实希望 Uber的这个经验 不是全然是坏的 我们不要承认它 在某个角度来讲 很多人认为它的服务很好 进去会给水 会搭得很有礼貌 也同样的 我们传统计程车 是有一群人 它的素质是不怎么理想的 这个我们都承认 所以我们在政府的角度 我们在这件事情里面 至少我们目前认为 我们要从这一点去学习 我们要想办法 把我们的计程车里面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至少让愿意付出的人 能够获得更好的合理的代价 这是我们想要去改变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谈 有没有可能更好的 叫做高等级的某一种计程车 那它能够提供 相对好的优势服务 提供更好的车子 我们应该给它一个 合理的收费的空间 不是一个吃大锅饭的概念 这点我想政府正在做 那最后就是说 很多人提到这个 所谓的法令的保守或科技 我其实要在这边 跟各位报告 这边只列举两个 各位看到新加坡 在这过程中慢慢修正它的法律 得到出它一个最新法令 也是很多引用说 这是人家愿意接纳的法令 各位仔细去看 三面三个文字 我只能这样讲 不一一序列 这个法令的出现的文字 就是我们目前台湾 已经存在的叫做 计程车客运服务业的法律定位 所以我们法令 在不知不觉之中 是因为我们台湾自己的环境 其实已经为这种行业 做出了一个法令的环境在那 而且这个环境里面没有禁止任何人进来 甚至在一些禁止外资的行业里面 这种行业是没有禁止的 它本来就可以进来 但是这个行业进来之后 它就是一个平台 那它要管理的人是有设限的 就是这些合格的驾驶人 合格的车辆 这一点我要在这边做说明 所以不是我们的法律落后 反而是世界各国在不知不觉之中 走进了我们类似已经准备的 法律的环境里面去 后面是安全议题 我并不想借用这边目前发生例子来说 因为一定会有人说 计程车一定也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说 我们并不拿这个来说别人不好 我要说我们自己有不好的地方 我们要去改 但是各位要注意到前面一个前提 为什么我刚才一开始说 计程车这个行业 它在人跟车都有特殊的要求跟规定 人要有条件 车要有外观的揭露 就是要让这个安全能降得越低越好 那当然在这个架构之下 还是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但是各位去想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那个风险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想其他后面这些例子 都是近期发生的一些东西 或国外发生的 我想只不过是把它当这个背景 给大家介绍 那我想我就不再多占用的时间 我们就到这地方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真是我学到了很多这样子 好那因为作为主持人 还是要做一下时间控制 刚才花了刚好15分钟 所以Yube有15分钟的时间 那我想我们就直接切换到 他们的简报 是在这边 那我开始计时好了 一边我不会超过时间 大家好 就是我首先可能 非常谢谢 就是行政院这边 GNV的团圆 就是有给我们带那么好 一个V台湾的一个平台 我们非常乐意就是在这边 跟大家交换意见 跟 不好意思 交换意见 跟收集各种不同民众的一些意见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有个公开透明的一个平台 对我们来说是 我们在其他国家比较少看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台湾做的是非常好 那我们在Uber台湾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试着去 融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跟现在的目前的社会 那我们希望提供整体上 使用者的一个优党的一个服务 也希望就是持续的 跟不同的主管机关 做一些接触跟一些沟通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 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我们来之前也做了一些 基本的功课 我们看一下基本上 V台湾这个部分的一些结论 那刚刚唐峰这边有谈到 就是第一个族群 跟第二个族群的一个 异线的一个落差 可是我们在有些地方看到 其实非常明显的部分是 不管是第一个族群 或第二个族群 他们都是非常有一致性的 一个意见的 那我们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大家对共享经济这个概念来讲 其实基本上在台湾来讲 算是蛮了解的 了解算是蛮深入的 第一个就是他们认为说 共享经济刚刚说的 可以降低整体上 一个社会的资源的浪费 那另外就是可以创造一些 额外的一些经济的效应 也可以增加一些就业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大部分的人都是赞同 这两个议题 那最后也是说 对于Uber这一块 就是共享经济里面 为什么共享经济最近开始 有开始发展的比较迅速的原因 是因为有这种科技的平台 可以确保双方的部分都有信任 都有一个透明的一个资料 让大家会觉得有保障 那Uber这边的平台的一个角色 是扮演一个媒合供应者 跟需求者的一个角色 而并非是一个雇主 跟员工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认为台湾的一个民众 其实对这个部分 了解是非常深入 那最后这个部分也是 这几个问题也是 我们筛选出来 那我觉得另外一点 接下来一点 在于法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法规的部分 一样 就是不管是第一个族群 或是第二个族群 民众对于这个法规的部分 都认为说 因为有这个新的一个趋势 发生了 那也有需要一个 相同来讲 需要一个新的一种法规 来做管纳 共享经济的概念 是用一些闲置的资源 让大家可以比较容易地去分享出来 而不是一个传统的跟 计程车竞争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 大部分 基本上八九层的人 都已经赞同了一点 就是希望有一种新的法规 来做双方的一个保障 那最后可能我们看到一点 我们认为比较有信心的一点 就是说看到其实消费者 对Uber这边也是非常认同 我们整体上的一个服务的品质 就算在一个像台湾 大家会认为说 一个计程车已经非常饱和的 一个情况来讲 对消费者有多一个选择性 他们有多一个额外的 交通工具的方式 他们其实是认同这个额外的竞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就最后一题部分来讲 我们看到也是非常高兴 也是继续努力提升 我们整体上的一个服务 目前来讲 其实Uber现在配合的一些司机 跟配合的一些参与者 你看到其实他们 基本上他们的概念是 他们现在目前有车 所以我们可能不用 用共乘的这个词 我们可能用分享车这个词来说好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那分享车的部分是说 我现在有一台车 我希望有空闲的时间 来分享出来给大家使用 基本上一台车 有95%的时间 它都是停着 它没有再被运用 因为它就是停在路边 或停在停车场 那共享车的概念是说 我们不如把这个空闲的时间 跟空闲的车 车辆的资源 用来分享给大家使用 所以它是一个流动性 非常有弹性的一个合作的方式 那你看到这几个合作的伙伴来讲 基本上他们是 他们有一台车 他们是用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定义 所以比如说有个时间 一开始是用来自用车 比如说这单亲妈妈 她是用来载自己的小孩的 一开始她是用来载自用车 那在某些时间 小孩去上学的时候 她可能用来做分享 用Uber上的平台来做分享 那另外比如说一些业务人员 本身他们自己就在开车 所以他们某些时间 是用来做本业的一个车 那在额外的时间 比如说周末的时间 她可能用来分享车 用Uber上的平台来接客人 所以这个车的定义的部分来讲 它会有一定的流动性 在不同的使用的方式下 会有不同的一个定义 那所以我觉得又回到 刚刚法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显然地看到说 这种定义跟现有的一个法规 是有点不太适用 那接下来可能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公司对于台湾 现在目前法规的一些理解跟现况 我们认为说现在 依照现在的法规来讲 其实要成为一个营业车 其实有一定的门槛 刚刚有谈到就是说 司机这边跟车辆这边的一些门槛 跟一些条件 那我们可能先讲讨论到那个车的条件 那在车的条件来讲 如果要成立一家 我们先讲拿一个租赁车的例子来说好了 那就是刚刚讲到R开头牌的那个车 那如果要参与这个行业的话 基本上要准备500万的资本额 以及买10台新的车才可以参与得到 那另外可能有些靠航的方式来做 可是靠航的方式 要把自己的车的所有权签给车行 对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保障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来讲 看到以现行的法规来讲 其实没有符合我们之前看到那几位司机 在一种比较流动性方式 在使用自己的车 分享车的一个概念 那如果要用这种法规来套用 就是现在这种分享车的概念的话 其实也违背了 当初V台湾收集出来之后 大家认为说需要一种新的条件 新的一种法规的一个理想 所以我们认为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请Vicky这边 她对其他的国家的一些范例 做一些基本的介绍 谢谢 所以刚才其实也提过 有不同的国家 可能对Uber这样子 有不同的一个法规的出现 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美国 我们美国的生意这个业务 是从2009年开始 现在有54个地区 已经有一些关于工程有关的法规 当然另外在亚洲那边 菲律宾在5月份的时候也做过 刚才可能也谈过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说 我们明白有些地方会走在创新的前端 有些会比较保守 但是当政府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的前提之下 其实就会达到比较一个发展的一个突破 这个我们很希望在不同的国家 也是用同一个态度 就希望可以跟政府去一起沟通合作 去达到这个目的 刚才可能也说过关于新加坡的部分 其实他们的我们在这边的服务 其实是也发展得很好 他们有一个 刚才我就是立刻说过一下 在本地在台湾的一个作为营业车的这个满坎 是比较很高的 但是在新加坡的情况下 其实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拿到一个营业车牌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的这个业务也做得很好 他们也在进一步 在从APP方面也做一个法规的方面的一个推进 刚才说过是一个taxi的taxi app 但是当然我们也希望在工程的这个APP 也会我们跟他们沟通以后会有一些发展 所以我们在跟其他地方的这种沟通的经验 我们学习到的就是 一定要从这个新的法规里面 其实一定要从乘客的安全跟世界的权益 两个主要的主题去提出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共产经济的这个大前提之下 我们就是希望用这样子主要的principle 去看一看可能 当然我们了解每一个地方都有它不同的地方 有它不同的特色 但是最终以后 我相信交通部或者是政府 都是希望给乘客有一个安全的出行的方法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可以 这一次我们很高兴在V Taiwan 有这样子的讨论的时候 就是大概对安全的议题 对西纪权益的议题 一起去一起去沟通 去看看怎么去 可以把这样子的概念在台湾就继续在进行 接下来我们可能讲一下就是在台湾的一个贡献 因为之前常常有听到就是关于税的部分 刚刚有在V Taiwan的平台上也有大家发表这个意见 所以我们可能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税的部分 其实我们持续以来一直有跟政府各单位 包括蔡政委这边 也有跟国税局这边在积极在讨论税务的部分 那因为这有跨国企业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也在积极在了解说 不同国家的税法要如何适用在Uber身上 然后Uber如何在台湾可以依法缴税 那可是我觉得一点可能我们要再澄清一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Uber公司 其实并不像这种大型的跨国企业的 比如说Facebook啊Google这种跨国的企业 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有获利非常多的获利 那其实我们在台湾跟其实全球各地 都还在一个投资的一个状况 不过我觉得我们这边公司的一个立场是说 我们希望不管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财务状况来讲 我们都希望对台湾有一些贡献 所以我们在台湾营运两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在缴台湾的税 那另外我们在其他国家有营运的部分 也有跟当地政府达到一个协议 创造出来一个所谓的许可费的一个部分 之前唐凤刚也有大概报道过这一点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台湾这个部分 也可以近期内达到这个一样的协议 可能在台湾可以有一些算是金钱上 跟财务上的一些贡献 这个部分是我们公司非常愿意去做的 那另外就是不只在讨论到财务上的贡献 我们也希望在其他的方向有一些贡献 刚刚谈到就是额外的就业机会 跟收入的一些平台 那我们参加的时机 现在目前有数千个时机参加我们的平台 利用我们的平台来提升他们自己的一些生活品质 让他们可以有额外的一些收入的一些部分 那尤其在现在目前经济不景气 股市大跌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可以有额外的收入的一些机会 他们觉得说是非常棒的 那我们看到那边右边的一个chart 是看到说我们现在目前在收入的一个效应 可能有一点模糊看不到 可是基本上我们的重点是说 比起比如说一个传统22K的一个工作来讲 一个Uber司机其实需要工作的时间 反而是比较低的 可以赚取同样的一个收入 所以我们觉得在效应的部分来讲 也是非常相当可观的 那最后可能我们也在 不管在台湾各地的 跟现在目前的一个网络社群的交流 也有跟台湾的一些实习孙的一些交流 我们希望继续跟他们做分享 我们在国外的一些经验 也希望跟大家可以多互相做一些学习 那最后我们在公益的部分来讲 也是希望继续在 不管是有突发一些不幸的一些方案的时候 有一些及时的一些贡献 那我们也持续地在跟 持续地在跟一些不同的公益团体在沟通 然后看看他们有没有一些方案 可以让Uber可以让一些 比如说弱势团体的部分 可以提升他们的交通的一些品质 最后我们希望谈的就是 当然是乘客安全的部分 每一个群组 我们都看到他们对乘客安全的议题 是最关注的 刚才可能也是已经有提过了 那大部分大过Uber的乘客 也是迟迟对Uber乘车的安全 有一个高度的信任的 所以我们在Polus的那个数据 也可以看到这个情况 但是可能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持续我们安全的 我们自己会做的事情 在行程之前 我们会要求我们世界的筛选的一个部分 有良民证 没有造势记录这样子 当然了我们的APP里面 也有一些那个technology的APP里面的feature 可以帮到 从安全这边有一个部分 然后行程后也有一个 一个积分的机制去做 所以刚才提过 希望跟政府合作 有什么 就和什么方法去合作呢 第一 从CG筛选这一块 我们希望可以跟政府去订立统一的标准 提供工程的服务的刺激 有一个订立一个这样子的标准之以后 可以运用政府的这样子的资料 服务的配合去确保安全 第二 对 就是我们继续 我们在美国总部里面有很多 差不多50个同事 就每一天都会看 怎么把这样子的继续 再提供更多安全的一个不同的特色 去把这样子的放进我们的APP里面 最后就是 所以就是 最后就是我们公司的承诺了 现在我们在300多个城市去做 每一天有超过100万个行程 所以安全对我们来讲 是最重要的考量 好 谢谢 非常非常的准时 那麻烦就直接把简报笔交给台湾大车队 就是请直接开始 你就是用开麦克风都可以 主席委员 还有交通部各位长官 大家好 我这边 因为刚才交通部长官已经说明了非常清楚 也非常完整 那我这边大概就直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明 那 Uber 它在全世界 讲到的一个创新服务 就是APP 那当然APP这东西在台湾大车队 所以从2011年开始我们也做了这样一个交易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 也做了GPS定位 行车轨迹的记录 乘车的安心卷讯服务 这样乘车的安心卷讯服务呢 这个乘客 他可以在他搭车的过程当中 让他的亲朋好友知道他在什么时间点 他在哪一部车辆身上 所以他的安全性更是及时 好 这是在APP上面 如果他是在路边搭计程车呢 当他这个人 当他乘客上车之后 我们后面的一个荧幕 他会很清楚地显示 这个司机的相关资料 给这个乘客知道 他可以避免什么样的问题 他可以避免掉 如果这辆车跟这个司机 他的匹配是不吻合的时候 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在乘客安全保障的部分 那同样的 同样的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媒体机上面 我们也是有提供乘客 在这个搭车的过程当中 他对于这个司机的服务态度 还有他对于这个车辆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满意 他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制来回报 那我们可以在第一个时间点 了解这个司机 对于他整个一个驾车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符合这个乘客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需求 那同样的 如果有一些夜归妇女 我们也会提供这样一个 安心的一个简讯 他可以在车上直接操作 将他的家人或亲朋好友的电话号码 做一个输入一个动作 然后再把他自己的电话 做一个输入 放一个发送键 他的家人的手机上面 就可以呈现到这样一个简讯 他可以看得到 他现在这个人在什么时间点 搭上哪一部车 所以我们做到的是 即时的一个安心简讯服务 那当然刚刚讨论到很多 都是对于这个乘客端的一个照顾 那台湾大师对于 当然不止只有做到这样子 好 这个部分 我们很清楚知道 其实事实上 现在在台湾的乘客 非常多元化 尤其是来自于国外的旅客也非常多 所以我们呢 我们让乘客除了选择 一般的这个现金支付之外 还有传统的所谓的信用卡支付 信用卡支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选择的 这个支付方式 所以我们除了让他选择 一般的信用卡支付 现金支付 悠悠卡支付他也可以 如果他的手机具备电子钱包 电子钱包也可以支付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元化的 这个支付工具 去提供给这样一个消费者 所以在创新服务上面来讲 我们是非常的多元化 再来 刚刚提到的都是针对乘客的一个照顾 但司机是不需要照顾 司机事实上 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他也是一个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不管是碰到酒醉的客人 或是抢劫等等情况之下 他这时候他怎么呼救 我们在车上 每一部车辆都安装一个紧急踏钮 在这个紧急踏钮 他只要在他手上 没有办法做一些回应的动作的时候 他可以透过他的脚或其他的方式 去按下这个踏钮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就会获得通报 及时的派人到他的车辆的周边去协助与支援 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照顾乘客 我们也照顾司机 我们是双向的 这是属于创新服务的部分 接下来刚才有谈到很多共享经济的部分 当然刚才交通部长官也针对这个部分 也做了一些说明 像过去的火车站的一些白牌车 从A点到B点 他每一位乘客固定收多少钱 200或100或甚至300500等等的 这样一个不同的方式的一个收费 还有包含就是过去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这些野鸡车 那野鸡车车比较差吗 也不见得 他服务比较差吗 也不见得 但他没有入权 所以他不能在上面做一个营业型的服务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法规因素 然后有安全性的因素 所以我们必须定定他一些相关的一些规范 来去定义他 所以如果谈到共享经济这种东西的话 那在台湾应该已经存在已久了 应该存在已久了 但是这样子的东西 并不是说可以利用这样的东西去把它合法化 它还是必须要受到一些规范 那么我们这边假设也吸引一个议题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 大麻是一个毒品 我们都很清楚 绝对不能吃大麻 但是在大麻 不管是在荷兰西班牙 葡萄牙 瑞士 地名等等 非常多的国家 都允许合法 如果在台湾我们透过APP交易 它是不是一个创新服务行为 是不是可以因此而合法化 但是Uber 只有在美国的少数州 还有菲律宾获得营运权 从国际上面的认可度来讲 Uber 还逊于大麻 OK 好 当然这是一个假设 如果像我们以国内的医生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医学院毕业的都可以职业看诊 不是 而是必须要考得医生的职业登记证 他才可以去看诊 所以套用到这样一个创新的服务模式 是不是我们透过APP 就可以把过去的一些蒙古代夫 也可以合法的经营 所以我想说的是 我们绝对是 不管这边 因为今天也有工会的王理事长在 我们绝对非常的欢迎接受创新的服务 只要是在合法的环境下的创新服务 我们都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竞争 我们也非常乐于接受创新的服务 但是我们绝对不希望是假 创新之明行非法之实 这是以上的报告 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 我想V台湾是一个多重 利益与相关者的对话的平台 我们很高兴看到 刚刚的三位 其实都是利益相关者的讨论 那我想接下来就是开放 就是大家自由发言 但是在开放自由发言之前 其实我们有第四位利益相关者在这边 就是这个总工会的朋友 那我想就是简单说几句 您对刚刚他们说的回应 谢谢 好 两位共同指示人 还有各位以外的来宾 今天晚上大家真的幸福了 我是台北市工会理事长 我说要来参加这个执行会议 交往部的承办人告诉我的时候 我说我要不要准备资料 他说你不用 他说不用 其实我是准备了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计程车跟Uber的车 它的一统点 没有很多的文字 但是就是准备了一统点 我没有在全球 各个国家造成了骚动 对 他这个长期指路 就先做了 我喜欢了 你要来配合我 因为很多人受到诱惑 对 所以一定要有那种比较 我们常常法力要比较 各国的法力 刚刚我们交往部也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 我们业者也提出了 我们都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人车这方面 大家都很清楚 我特别把我车上 这个才是良民证 这个才是良民证 我们计程车上 就是有这个证件 要取得这个证件以前 一定要职业驾驶 我们不讲说Uber的车辆有没有 Uber说它都是良民证 我说用什么来证明它是良民证 各位我就是拿这个来证明 但是我刚刚开机型车进来 行政员不让我进来 你看这个 我们对机型车的这个看待是这样的 但我不想再讲这一块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东西 既然它都已经在做了 但是 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一个 我们整个一个促系上面去建构 假使没有在那个 这个合法的促系 大家嘴巴一直在讲 都是那个很高调的 乘客的安全 那个大帽子 每一个人都不敢去把它破坏掉 因为那个标题 就是在保护你在花园的那种地位跟立场 我对Uber的看法讲过很多 对他真的很感冒 因为会员对我的压力相当大 但是我告诉我的会员 Uber是党不治的 他这个气势是党不治的 什么东西党不治 就是各位在讲的 他的科技党不治 但是他的科技跟我们狗人的那种消费习惯 相当大的关系 对不对 你往往去看 经济价值朋友 他宁可不应力刷卡 他为什么要现金 对不对 但是Uber他可以透过信用卡 信用卡也很危险 对不对 进入那个Uber的信用卡也很危险 还比我们优游卡还危险 他整个生论资料都曝光了 这一条龙式的 他觉得把这一端拉起来 把这一端拉起来 他说他是知信业 但是他在做什么营业行为 他的行为是什么 各位有没有想想看 所以我说Uber有好的一面 但是有令我们前国朋友同仁 不安的一面 但是不是只有这两面而已 我们一定要去前面的去看待 这些前面的就是包括 很多不同立场的人 他看到的面都会不一样 所以我说一定要用前面去看这个 我也可以跟各位讲 我进行车都很安全 对不对 我也是一定要要求 我们驾驶朋友要怎么样 我们车辆要怎么样 这些都是受管制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拉得高掉 大家都很安全 包括我们台湾大车 有时候也会不安全 对不对 还在诉讼 一样的情况 对不对 但是不要把它拉得高掉 要想说我现在自己在做什么 你进来了 你就申请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就只有一百万 里面的登记就是七项 最后面那一项就是特别条款 列级条款 包括的你说什么都可以做 计算车呢 可以只是说我随便申请一家公司 就可以做了吗 不是 我说我这一张也要经过层层的考核 这个考核很多 对不对 当然有法规的方面 我今天只是要讲了 因为大家时间不多 结论来讲 我希望 我跟Uber合纵 希望它回到我们这个经营车科医内来 对不对 我可以协制他们 这些车辆来提供给他们 你要的 我们绝对都有 对不对 各位想想看嘛 只有白白车才会有啦 对不对 但我不是跟你又没有关系 我们汽车应事业九大行业 对于所有的应事的一个目的 要负担这个义务 他的服务事务没有上限的 要负担义务 责任 这是我们九大行业的 应事业要做到的一个责任 一个目的 假设Uber是资讯平台业的话 你怎么去负担你这个义务跟责任 因为你不是应事业 对不对 所以各位想想看 因为时间有限 我希望大家能够合作 不要对抗 大家能够对话 不要吵架 对不对 不要吵架 这是结论 谢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 感谢 谢谢刚才四位利益相关者都有 其实我有看到很多互相拉拢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那不如也来加入工会吧 或者是说你们有做的我们也有做 然后或者是其他的 那我觉得其实并不是都只是就是争执而已 很高兴可以听到就是有很多重叠的论述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还有将近一小时的时间 我觉得就开放给现场的大家 就是谁想到任何时候要说什么就举个手 然后我们就按照 OK 先是宇昌然后这边 然后然后Ben然后这边 好那我想我们就先这四位这样子 谢谢宇昌 好 这边我想先替一个朋友 杨孝仙他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程序方面的交通部的程序 交通部在2014年7月4号的新闻稿 和2014年7月25号 各界对Uber进军台湾市长相关疑问回应说明 都提到将会对Uber进行审查 那可是好像在大概在7月底的时候 就直接发布行政命令 把Uber纳入了计程车的管辖内 那首先要请问交通部是不是可以提供 2014年7月对Uber进行调查的报告给大家看 那这边也要对交通部的时程提出一个质疑 因为交通部这个时间其实真的蛮短的 那纽约他们对Uber也有做过类似的调查 他们这个调查就花了四个月 那我们台湾一个月不到就做完了 可能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让大家质疑的地方 那第二点的部分 比较想了解为什么交通部 交通部刚刚讲了很多理由 但是都只有提到说 Uber跟计程车行业的一些异同 那事实上其实Uber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 网路的交易平台 比如像591住屋网那种的 或者是像之前的Yahoo奇摩拍卖 那像Yahoo奇摩拍卖 他们也会对教育的双方收取一些 我记得会收取一些金额 那Uber其实也是类似的状况 那为什么不把Uber当成是一个网路平台 它是在拍卖白牌车的服务 而把Uber认定为网路平台服务呢 谢谢 大概就这两个问题 因为并不是马上就是点到交通部 或经济部就要他们回答 就是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准备 然后多想一想 那我们就take第二个反应 既然我有双重身份 我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些事情 就是比较从资本和投资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另外是从个人使用者 我也知道台湾大车队或台湾的车队 都拥有这些app 然后我就不断在想 为什么我没有选择台湾的车队的app来使用 而我要选择Uber 那我想到第一个原因 其实我是从国外搭Uber开始 搭习惯的 所以国际化这件事情 就是反过来 那我们的车队的app 有办法推广到国外吗 这个对观光客户或旅游来说 可能是一个选择的原因之一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说 就是所谓的这个合法这件事情 它其实有不同的时间性 刚才提到大麻是毒品 咖啡也曾经是毒品 大家可能不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认定的问题 就是现在可能是没有法可以管 所以我们才需要开这个会 如果已经有法 那我们就照着法 所以用非法来指称一个 还在成长中的新商业模式 可能不是那么适当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然后再来是说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 像矽谷也好 或者是说 比较创新的区域会接受 或是愿意尝试Uber 其实大某程度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从市场或弹性的角度 看事情的一个逻辑 那当然计程车在过去 它从运输 或是从公共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今天比较像是个人 和公众利益的一个平衡的问题 也就是说选择Uber的人 像我们会愿意尝试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计程车比较安全 可是如果去做一些简单的市场调查 或是我个人家人的经验 反而女性乘客愿意选择Uber的比例还高一点 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 就是说 我觉得这是可能 一个是跨世代之间 对于公众安全 或者是信任度的问题 就是说 现代的世代可能对网络的信任度非常的高 可是可能不同世代之间 对这件事情的观察是不一样的 那这造成一个基本上核心的差异 这甚至在媒体或是政治议题上 有类似的现象 就是我觉得可以去讨论的空间 然后再来是说 刚才我提到本土跟国际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来是说 如果我们在台湾立法的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希望选择一个比较保守还是开放 或是有未来性的这个部分 这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的几个面向 这是我的一些观点 那我再补充最后一点 像我们公司是所谓的加速器 加速器 有人把它誉为是创投2.0 在过去创投是一个非常封闭 甚至低调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创投在干嘛的 自从有了加速器之后 创投突然变得比较高调 是为了让 那其实是因为 钱这件事情的价值变低了 知识反而变得是很重要的流通 然后我们就会有所谓的demo demixer 可是后来有另外一种更新的模式 叫群众募资 开始颠覆了创业或者是专案的资金管道 所以群众的参与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是现代很多一个产业 必须要面对到变革 我觉得Uber也是类似的现象 就所谓的交通业 甚至乘客之间的互动关系 可能有全新的一个面貌 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到的点 这是我提供的一些想法 不见得是什么结论 非常谢谢 在下一位之前我想先说 就是群众募资其实是之前V台湾有讨论过的 因为他们的就是大部分使用者都在网路上 那V台湾只讨论大部分使用者都在网路上的这些话题 所以大马合法化绝对不会是一个V台湾 不管2.0 3.0或4.0的话题 这要先说清楚 好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要谈大马合法化 就请 大家好 我是蔡文桥 我想在开始讨论这些内容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 就是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有A这个好处 有的时候有B这个好处 有时候有C这个好处 可能各出现2%的时间 并不表示这件事情100%就是好的 而且随时能把这三种好处结合起来 那比方说今天Uber有的时候是共乘 但是绝大部分时候不是 是特别为你跑一趟 这就不叫共乘 然后有的时候减少闲置资源 但是它增加了别的闲置资源 就像木刚讲了 你叫了Uber就是让计程车闲置 所以国家整体的闲置资源并没有减少 然后第三个 它有的时候创造了就业机会 但是国家整体的GDP并没有增加 因为你只是把钱从给计程车司机 移到给Uber 所以国家整体GDP完全没增加 所以有的时候它有品质比较好的车 它有Benz 但是如果有能力闲置一辆Benz在家里的人 我们国家需要去担心它的就业问题吗 我觉得不需要 而这些事情并不是同时发生的 今天不会说刚好就有一个需要就业的人 他有一辆Benz 然后在路上跟你共乘 但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常常把它变成一个印象 觉得说好像随时都有所有的好处发生 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有多少发生 要把它量化 才能知道到底对国家有没有好处 如果对国家没有好处的事情 国家为什么要去帮助它 然后在 刚才有网络上朋友提到的事情 我觉得我来回答可能比较快一点 那交通部的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公务员没有在做什么事 但我觉得交通部官员做了非常多的事 那王副市长看下次要不要当行政院当发言人 纽约花了四个月时间调查 不表示我们也要花四个月 我们公务员效率比较好 难道不可以吗 而且纽约已经调查完了 我们把它的报告直接引用 我们就省了四个月有什么不好的 然后当然我们也希望交通部要公开这个调查的报告 然后有些人说Uber它是一个平台 它没合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别的没合平台 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地方 租屋网你是没合完了之后 双方自己去签合约 双方自己负所有法律上的责任 那今天运输业需要负的法律责任 刚刚讲到了车行是负连带责任 无上限 Uber没有这件事情 那我也非常希望Uber能回答我说 他刚刚讲到说有两千万的保障 请问是哪一家保险公司哪一张保单 可不可以公开让我们看一下 让我们知道说Uber的乘客到底什么状况下 可以享受到这两千万的保障 然后刚刚讲到说Uber在台湾有交税 那可不可以请Uber公开一下 在台湾有多少收入 然后呢所有台湾的Uber的乘客 总共付出了多少钱 那有这些钱里面有多少比例 进到Uber台湾 然后Uber台湾交了多少税 因为你只是说有交所得税 有交营业税 我随便开一家小商行 我也会有交所得税 有交营业税 我们需要量化才能知道事实 所以我们希望Uber既然愿意讲出来 那我们就 他说大多数留在台湾嘛 那到底我今天如果做Uber花了一千块 是990块留在台湾 还是10块留在台湾 我希望Uber能够公开这个数字 然后呢刚刚讲到说 在无法可管的状况下 我们这个创新 应该让它进行什么 现在不是无法可管 是事实上已经确定 什么样行为是合法 什么样行为是非法的 Uber有一部分合法 有一部分非法 那非法的部分 即使你把它放到媒介平台上 它还是非法 然后呢最后呢 很多人引用说这个满意度调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交通部跟Uber 对这个满意度调查 有非常不同的诠释 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这个老鼠会被拉进去的人 也是前90%都很满意 所以这个满意度并不代表什么 我们要看的真正是说民众对这件事情 有没有需求 那在八仙城报之前 参加彩色路跑的人 有90%也对他很满意 这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是好的 那而就是说Uber是不是雇员这件事情 我们也拿满意度调查来看 反正多少 80几认为说他不是雇员 可是这件事情不是民意决定的 这是法律决定的 是法律决定这个人是不是雇员 不是民意说他是他就是的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要看清楚 那今天既然大家愿意来到这边 把事情讲清楚 那我希望刚刚这几件事 可以得到完整的答案 谢谢 好 我觉得这样子 只是分析也相当的清楚 当然就是直销 也不是V台湾讨论的话题 这个还是要再说一遍 OK 好 OK 那接下来就请王老师 大家好 我是交通大学王建远 那刚才其实Uber谈到很多 那个很开心的单亲妈妈 很多人下午可以来赚点钱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只听看到新人笑 没看到救人窟了 那救人窟大概就是既有的 这些计程车业者 那刚才我们也谈到说 今天呢会不会把Uber引进来之后 让既有的业者 既有的生态垮掉 我就想说今天这些计程车 这个行业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特许 管制的一个行业 像国道科运它一定是 我可以买车 我可以成立科运公司 我可不可以跑台北高雄县 不行 我要提出申请 申请的时候我没看看说 台北高雄有多少需求 这个需求目前饱和了没有 已经饱和了 对不起 你不能进来 那计程车目前到底 有没有这么一个管制 车行好像要管制 但是我们又开放一个个人车行 叫驾照有六年 那三年内没有什么违规记录 好像满足这个消极的条件 个人车行好像也没有挡过 好像又视通 不设防 让这个产业过饱和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今天交通部觉得 这是一个管制的行业 交通部就应该好好的管制 不是所有满足这种消极条件的人 都可以进到这个产业来 然后告诉务部说你不能进来 因为我已经过饱和了 这个过饱和是一个政策造成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彼此的关系 要理清楚了 第二个我一直在想到说 这个租赁业者 为什么计程车业者 不会去把矛头针对 租赁业者 我今天要去机场 我可以到计程车 我也可以通过信用卡 叫个租赁车来 其实都是合法的 那租赁车呢 它是R字头的 那它也要有职业驾照 那如果今天Uber的人 去考个职业驾照 把车牌换成R字头 我们都开放了个人计程车行 我们到底有没有允许 个人租赁车行 如果是的话 那这个市场 到底要不要保护到什么阶段 我想我们还是 可以想办法去管制了 第三个最后一点 其实我也不会演 我在几个月前 也跟Uber接触过了 我也跟Uber建议过说 今天以台湾现行的法规 Uber就是非法 就是不合法 那什么地方 我建议怎么建议呢 因为就像刚才 副市长讲的 今天在台湾有些地方 偏远地区 原民地区 它的公共运输是不足的 那个地方我们看报纸 政府要花200万去补贴款 为了服务那三个人 那有人会说 那干嘛不叫他们做计程车 他们连计程车也没有 台湾有些地方 计程车的那个车行在 20公里30公里之外 你要叫个车 不可能跑20公里来载你 载完之后再回去那个地方 如果今天有些偏乡 原民乡镇 先用Uber来示范 一个例外开放 这些地方这个条件 试试看 或许能够补足台湾公共运输 最后一里的地方 这样子或许能够 大家先来磨合一下 就想先试试看 看看是不是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 以上是想法 以上是我的想法 谢谢 好 刚刚有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共享经济示范区 好 OK 那刚刚有两个 就是指明要回答的问题 一个是请交通部说明一下 他报告的程序 以及公开的方法 虽然Ben有帮交通部说明过了 可是我不晓得说 交通部的朋友 有没有想多说一些 比较简短 因为后面还有好多人 真的要有发言 第一个 交通部在现有的法律里面 是非常明确的 什么叫合法 什么叫做合法营业 什么叫非法营业 首先交通部所做的裁判 是针对明确的非法营业这块 就是所有法律里面说 你没有拿到营业的许可 不能够在那边揽课 不能够在那边 制定价格去收费 这点是非常明确的 那这个在市政明确的之块 在现有法令都存在之外 我们没有空间可以说 我不去处理这件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从Uber进来到台湾之后 我们就跟他抱持一个 开放的态度 也告诉他说 台湾其实在各国之中 有一个不一样的行业许可 就叫做计程车客运服务业 那这个行业里面 其实是可以允许大家来登记 但是它的经营辅导的对象 就是我们的计程车称的族群 这一块 但是从开放接触到现在 确实我对面的这些伙伴朋友们 有跟我见过非常多次的面 但是从来没有一次 有正式的一个申请 有跟我们有做任何的一个申请的动作 所以就刚才讲的调查 我连申请都没有 我连调查都不可能起来 但是我们却为了这些 我们尽可能去做一些请求 比如说我们在这种财政部 我们询问说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缴税 我们也在问 比如说我们去问经济部 你登记了合法事项里面 到底有没有一个事项 叫做运输服务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调查 但是我们回应给我们的是没有 所以这件事情的调查 就是就他当时申请许可的现象 跟事实在社会存在的那些关系 我们做明确的查证 我们没有去做所谓的逻辑法理的辩论 说这是不是共享经济 这个不是在我们的范围 但是我们先从这一部分 包含信用卡的部分 到底有没有符合我们国内的安全保障 比如说我们在这地方 叫个人隐私的保障 因为这部分要进入到信用卡 要进入到会员 必须提供自己完整的资料 但是这些资料却不落入 在我们国内的管辖范围的辖区里面 却是送到一个国际的 第三方的一个地方 那我只能说是个虚拟的主管机关 所以在这些情境之下 我们认为对我们国人的保障 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对照 所以这部分的裁判 我想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在这部分我先跟各位回答 那当然我还是要强调 刚才讲的这个 也许很多东西我们都在学习 那其中我觉得Uber里面 我们要刚才讲 从消费者的角度 他们在意的应该是 那个服务的那个品质跟形象 也就是说他的强项 在于他对他的会员的筛选 在于他要求他会员 要符合什么样的一个规矩 或大家一致性的一个标准 但这些标准并不在于 这些人的身份别是谁 所以我刚才讲了 如果今天这些 移转到我们的计程车 这些朋友们 我们现在有八万六千个 计程车朋友 这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被纳管 所谓纳管就是被某些人来管你 不会的 但是相当有些人 希望能够被好好的辅导 共同创业是有的 所以我们才会说 我们抱持一个开放的 一个欢迎的态度 希望他能够进来 进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们政府的角度 不会保障任何我对面的 所谓的公司的title 我们不会说你是谁你是谁 只要在正常的经营状况下 优胜劣伴 我们绝对尊重市场的秩序 这点我做点不错 非常谢谢 所以我刚刚听到的是说 就是在修正那个建设客运服务业 申请核准经营办法的那个时候 其实并不是说就是跟Uber 做就是讨论或调查 或就是它是问了一个实际 目前的那个法上面的太阳 然后就用那个方式去定义 这样子吗 但是我们国内已经存在了这个太阳 那以它的性质我们认为说 你完全符合这样的一个性质 那你为何不就进来利用这样的法令 也不需要另外去创法令 其实都规矩在这地方 唯一的限制就是它的这个Member 被你辅导的Member 必须是合法登记的计程车业 了解 所以其实它的性质是一个认定的性质 不是一个调查的性质 我只是要澄清这一点 那刚刚有另外一个要指明Uber这边回答 就是说2000万是向哪一家保险公司拿保 以及是如何给付等等 OK 我觉得刚刚其实有蛮多问题 所以我可能一一的先解答一下 那一个可能就是 我觉得整体上大家可能对 整个共享经济的概念来讲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定义 跟有些模糊 那然后另外就是说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 我们这边认为的部分 还是用闲置的车 闲置的时间来做分享那个动作 所以我们的认定跟现有的一个机车车 我们不是希望跟机车车做一个竞争 我们是做一个比较创新的一种商 也不只是创新的一种科技 而反而是一个创新的一种商业的模式 那另外就是说 Uber这边不仅是用 比如说Benz或是高档的车 其实一开始我们是由这个部分 先一开始做发展 不过现在看到的就是 像刚刚看到的 比如说一些单亲妈妈或一些业务人员 他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一台Benz 或是一台BMW在家里 所以其实我们在车种的部分来讲 是有不同多元化的一些选项 那关于保险这一块的部分 我们其实保险的程序是这样 就是一开始 当一个司机加入我们的平台的时候 我们先做一个保险的一个审查 帮他们就是确保说 他们有合法的保险 那如果这个保险的 实际上发生事故 刚刚讲到责任的部分 就是一个平台的一个责任 跟一个实际上供应者的责任 如何去区分 那我们这边平台 我们的一个算是一个认定 跟一个责任就是说 如果在有发生事故的情况 发生的时候 然后保单的余额是不足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一个国际的一个保单 可以帮忙帮他做一个 额外的一个保障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 我们对这个实际的一个 额外的一个福利 它算是一个全球额外的一个保障 那保障的部分就是如果 就是这个部分是在于 如果这个现在它在台湾的保险的部分 是没有办法足以来覆盖 这个一个事故上的一个金额的时候 我们的额外的国际的保障 不好意思 按错了 所以这是包含乘客 是没错 乘客跟第三方 就是乘客如果已经有保 那就不cover 但他如果没有保 然后他需要那么多人 你们会cover 应该说每一趟的部分 所以如果是实际这边的保单 是不足cover的话 我们这边的国际的部分可以cover OK 这样子有回答到 这样子没有回答到 你没有回答那个问题 所以如果说在台湾有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 是要到美国还到荷兰去claim 所以我们这边依照我们平台的角色 我们一开始帮助协调 就是当地的保险的部分 这当然是我们先一开始做的一个义务 那如果实际上有需要 但如果保险公司不必 是 如果这个部分有国外的争议的话 我们这边就是变成我们国外的一个保障 那国外的保障的部分 我们这边会协助他们做一个claim 没错 所以目前发生过几次这种claim 目前没有 对 我想很简单一个问题 请问是哪一家保险公司 然后保单可不可以给我看 我带他回答 今天没有带来 我平常不会随时带保单在身上 对 那你可不可以 你什么时候可以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 是哪一家保险公司保这2000万的额度 因为你写在你的presentation上面 是写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2000万的保障 那你告诉我是哪一家保险公司 然后请你把他的保单给我看 那个今天不是辩论 所以您的问题 他们没有马上回答的意义 我只是对于 我觉得我只是对于这种 把我当白痴的行为非常不满 而且我们也不希望 有人身攻击的状况发生 不管是被还是 对 就是说双方都不要有 就是一下子就take it personally 我知道说两位对于这件事情 在网路上隔空交火已经非常久了 但是就是说我们在实体上 还是希望能够让刚刚有举手的两位先发言 那刚刚是Tony Q先然后是教授 好的 那我基本上我今天的发言 比较多来站在一个 有高度资讯能力的乘客 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然后在这里我要针对Uber事件 我要先提出一个反例 就是我个人其实喜欢搭大 所以这个车高于Uber 还都蛮多的 然后我光这个月 从七五大到台北 就搭了十几趟 因为自从收入 因为我们算是收入比较高的状况 我们在搭计程车比较普及 以计程车为主要代付工具 已经超过两年 算是以这样的前提来做一个发言 那我是觉得说 就我们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以Uber的角度来看 我的角度 我认为它还是 跟计程车是同样类型的部分 即使它是 自称它是以分享车的概念 的确我们是 能够做车子的分享 但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使用它的时候 我相信多数人在国内 还是以做一个计程 就是我希望从A点到B点 这种计程交通服务 主要的方向跟考量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现实的 产业面的问题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必须说 我对Uber也有非常多 我觉得我在台湾大车队 我认为台湾大车队 是国内目前做的最好的 一个指标性的 一个产业 但即使如此 我觉得Uber的确有许多 还高于台湾大车队服务的地方 我希望我们把这些事情 既然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题目 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 我们为什么不要支持Uber 在某些方面 而不支持台湾大车队的部分 把它讲清楚 第一个是我觉得 刚刚工会会长有提到 那个支付工具 信用卡会卸入许多个资的部分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迷思 我们有非常多 很多地方都已经善用 信用卡来做许多工具的普及 虽然国内的计程车司机 会为了commission 就是那个手续费的问题 还要早一点拿到的部分 但像我搭大车队 就蛮常碰到 愿意开信用卡付费的 那我觉得这一块是 我们应该能够尽量去推动 国内支付工具 更友善 让我们可以少带一点零钱 找零钱 其实对我们真的是很干扰的事情 那另一个角度 是我觉得是要帮大车队 或台湾电车讲话 是费率的部分 因为Uber有浮动费率 所以他们可以做各种 类型不同品质的服务 那我们国内在这一块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空间 让想要提供更好的服务 能够有更多的市场 我相信这是 大家都知道 这是法定上限制 我们不能做 但Uber却在做的事情 所以也是 不公平竞争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认为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有趣的方向 如果这是一个需要 而且这是一个明确的需求 我们在高级介绍 这个计划里面 是不是能够把这件事情 考虑进去 那第三件事情 是有关安心服务 我必须要说 台湾大陆队刚刚讲 那个安心服务 做一个乘客 我是不可能会去用的 那个是有点猴懒 说这段话 但是 就是基本上 你司机人在车上 你真的会去按那个panel吗 我个人不会 但是我认为 多数人是不会 而且说实在话 我的视野只会被 那个大礼包干扰 对那个 有达过台湾大车 都应该会照来说什么 但是 对这是一些广告 那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部分 我觉得它在服务上 在技术服务上 它需要做的事情 包括 台湾大车的派车 其实有点弱 它太远 离那个达车点太远 它是不让你叫的 但是我觉得那一块 真的有很多可以改善的部分 派车的cover率跟部分 不过因为我在的地方 Uber根本就没有 所以这一块可以打销 那个其他安心服务 跟技术资源的那一块 我觉得是 我们可以把它再透明一点 再跟网路界接一点 我们可以再open一点的 去做这些服务 会比较理想 那至于实力品质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是 是的确有参差不齐的现象 我们如果能够拉一条 特别高的价钱 就是不要说 就是有一点高的价钱 但服务更好的话 我觉得对我们消费者来讲 是一个好的考虑方向 我觉得是 我们应该去满足的是 消费者的需要 而不是去执着 我们到底合法不合法 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要吸取彼此的长处 跟短处 来做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服务 这是我觉得 比较重要的方向 那以上大概是这样 然后支付工具 我比较说 台湾大车对八月说 要开支付工具 现在已经八月底了 什么时候会开啊 好 以上 OK 我说有有卡 对 有有卡 对 那个可以快速回应一下 好 我想我针对这个部分 稍微回应一下 其实我们预计 大概十月份的时候 所有车子都可以 有信用卡 悠游卡 这些第三方工具 全部都会上 但是我先提到一个 就是说 刚刚提到的保险 其实在我们是 计程车客人服务业 我们也依照 政府法规的规定 每一台车上 都要有乘客责任险 所以 保险里面不是说 我个人我要投保就可以 乘客责任险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 刚刚有点到问题 不是说保险 是 我们保的是乘客责任险 这非常清楚 每一台车 每一个月都一定要固定的保险 那我再回应一下 刚刚所谓的安心服务 我这边分两段 其实我们不是伟后兰 我这边讲 第一个 是因为我们车上的紧急踏钮 是在保护司机的 我也跟各位报告 我们因为紧急踏钮 救了好多司机的生命 很多司机开到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间心脏病出问题 我们立即 因为透过紧急踏钮 我们24小时的 这个call center人员 可以立即call 我们的车子到现场 那就请陈教授 谢谢 刚刚来的时候 我是交通政策方面 其实我的专长 是在交通运输经济 我觉得今天 听到现在 其实真的是非常精彩 我个人很多观点 我也都很认同 当然我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接下来我想 比较我希望 从我们学者的观点来看 一个是交通面 一个是经济面 第一个我先讲我的立场 对于这个事情 我想在大概半年 多一年左右 大概接触到的问题 我个人到现在的态度 一直都是open的 我态度都是开放 但是我的行为跟我的作为 我认为包括政府的作为 大家作为 都必须要很谨慎 所以我觉得开放的态度 谨慎的行为 这是我们今天 应该持的一个基本观点 还有再来 我们来看这个 现在这个发生这些事 大家要看清楚一个事实 看清未来 也就是科技改变了人类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这个事实 大家要去接受 所以以前不会碰到问题 现在会碰到 以后会碰到 所以我想 甚至 刚刚我们说 有很多改变 我稍微讲一下 现在大家 因为ICT的这个技术 网络的技术 带来了 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产业的改变 银行在讲Bank 3.0 工业在讲4.0 都在讲这些改变 所以它不只改变我们Live Live Culture都会改变 我想大家认清这个事 所以这样我们来接下来谈 这个Uber这个分享经济的问题 大家就会比较清楚 有什么样一个方向和脉络 那我想现在Uber的分享经济 我可以说 基本上是一个地下经济 我们是换一个标题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在谈说 这个分享经济 其实它对抗的设施一个 我们现在交通体制里面 我们在交通环境里面 所讲的一个管制经济 因为交通运输 过去是一个高度管制的一个环境 当然因为所谓的公共利益 公共安全这样的一个前提 来做这个事情 但这不是不能讨论的 这个现在大家其实在谈的 都是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微经济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微经济 到后来是大众经济 我们现在涉及的是一个 public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分享 大家如果再转换一个观点 其实它就是一个互补经济 整合经济 创造不只是让这个闲置的资源 充分利用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们希望这个quality提高 当然我们也没看到 那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 然后价格下降 那这个消费者获利 所以大家都赢 如果是市场 有更多的人可以来这个地方就业的话 所以看起来是蛮正面的 从经济的观点是蛮正面的 但是这里面 我们要好好来想几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管制管什么 交通部的一些很多的管制的政策 大概不外乎管制四样东西 一个就是价格 一个就是品质 一个就是数量 再来就是一个路线 在公共运输的部分 那这个 刚刚有提到野机车 我说它为什么不会跟那个游览车 那个公路客运 大家不会把它混一谈 没有人去讲说野机车应该开放 有没有人讲 没有 因为它第一个 它一定要固定路线 所以这个部分就不会被拿进来讨论 但是也许如果说 以后大家认为说 你物质都可以开放 那我大课是不是也应该去开放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三个课题来 量 值 跟价 这三个改变 这个三个 三个现在都被管制的 那可不可以开放 可不可以解除管制 当然可以 对 当然可以 就看你开放解除管制以后 是不是能够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 大家 不管是 这个供给 还是 还是这个需求的部分 大家都能够获益 整个是创造社会的共同利益出来的话 那当然是可以考论 去把这几个方面去开放 那但是这里面会碰到的问题就是什么 会有几个意求出来 就是大家一直在谈的 第一个就是安全的维护 第二个就是市场的次序 这个市场次序 当然我想刚刚这业者也都谈了很多了 还有滑硅的松板 让它合法化 第四个是一个电子商务的问题 我想这个里面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 不管Uber现在自己把 我们把它定位成是一个交易平台 资讯平台 都是嘛 那所以它这里面 这里面产生了很多 我们说网络的交易行为 那这些问题 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它 去看待它 那我觉得大概有几个面向 我几个面向就是 我觉得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来想 第一个我们如果要考虑它合法化的话 其实就在讲说 到底怎么让它合理化 合理的前提是一下 我们去做合法的事情 那是合理 怎么样合理 我觉得就是两个理 一个是管理 一个监理 现在我们在管制的事情 就是在做这个管理跟监理的事情 这两个事情到底谁在做 交通部在做 交通部在做 政府在做把关 对不对 所以对车辆 对时机 本身都在做这两理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在讲这两理 合理化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合理 让我们民间业者 来take over这个事情 可不可以 有没有能力 能不能去做这个事情 也许有 也许有 如果做得到的话 one art就开放 只是把这个事情 管理的事情 监理的事情 让民间来做而已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做得到 好 那你们就要想到问题了 刚刚不管是讲税 讲保险 这个都是什么问题 都是经营成本的问题 因为你们现在有银行成本 为什么也机车好生活 就是经营成本低 对不对 他们很多成本不需要去负担 好 你们要做这个事情 你们就要付出成本 放在你们经营成本之后 那是不是你们还有 那样的一个竞争优势 也许还是有 那当然你们就可以经营下去 这个市场里面 跟现有的 我们也可以开放的态度 让计程车跟租物定业车 你们就一起跟他去竞争 但是话又说回来 其实到后来 你们可能是一个最大的 计程车业车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 或租赁业车 你们把它并进来 他们很愿意跟你并在一起 虽然你们现在 口口声声说 你们早上是兼职 但是我说 以后会不会有人专职 当然会 对不对 很多人就看到这个力气 我就进来了 那是不是 我们的态度可以开放说 这个产业本来就可以让 专职兼职的一起进来 所以你们也不必说 你们现在说 我们都是搞兼职的 不是吧 我已经以后很多人就想来专职了 那就把他们纳进来 租赁业者 计程车业者 纳进来大整合 所以我刚刚说是一个整合的经济 不是吗 对不对 大家刚刚态度都是很一致的 我觉得这个 如果做到这样 我想是一个两全其美 但是我刚刚我也很赞成 这个王教授的看法 我们交通界是基本上比较保守的 说偏远地区先做看看 但是问题是业者 愿不愿去那边经营 其实是一个问题 有没有利基 其实我们的公共运作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偏远地区 那如果你们原来负担这些社会责任 回馈社会 我们觉得很好 你从那边先做起 好好把它做起来 让我们看到 你们是对社会是有益的 那我觉得是这样 我再讲一个开放 我最后一句话 就是市场是可以开放的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在我们运输市场里面 航空市场的开放 大家都有经验 有看过 所以开放一定是 刚开始一团乱 百家几名 然后这个市场的市区 品质也很乱 但后来当然慢慢会收敛 时间多久的问题而已 一定会收敛到一个平衡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一步 我们要把Uber引进来 让大家怎么样 合理化 合法化 都是可以谈的 可以做下去的事情 我想一向一向请 提高参考 谢谢陈教授 很精彩的分析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零阶段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要底下 如果要讨论 就是实际上的法规 能够怎么修正的话 能够往哪些方向 所以就这些整理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我想邀请刚才没有发言过的 任何朋友 如果想要就是说 说话的话可以举个手 这边一位 刚刚这边先举手 这边一位 好 那就先take这三位 然后尽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剩下时间不太多了 尽可能稍微间断 谢谢 好 谢谢主讲人 我是谢主席 有Uber公司的部门 我们先回应一下 就是刚刚我们确认过公司这边 保单我们会提供给 那个政委办公司这边 先审阅一下 然后政委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 再看部里面的长官再过目一下 那这个他们有确认过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我们要说明的是说 以刚刚几位先进所讲的那个情况 其实我们在不久之前 第三方支付相关的法令的整个的立法过程 是非常类似的 那个是 对不起 那是一个高度金融管制的一个领域 那我个人有幸 那个时候是协助PayPal 有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咨询工作 那PayPal是最幸运的地方是什么 他们不是只有一家美商公司 因为台湾有好多第三方支付的服务业者 那大家基本上追求开放 追求一个新的服务领域 透过网络平台提供金融自由的服务的理念跟利益 我们讲白脸利益是一样的 今天Uber在台湾的情况是 只有他一家是外商 那个什么大陆的滴滴快递要进来 不知道了 Lift还没有说要进来 因为他们Lift看到Uber这个样子 大概也不会贸然要进来我们的市场 那我们要提出的基本的想法 今天整个讨论的最后结果 我希望是想说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说 我们要不要成为计程车公司 我们希望台湾我们自己的社会 民众跟我们的主管计划想的是 你要另外一家计程车公司吗 如果你希望的是另外一家计程车公司 OK 那这个我听到我们长官的说法 这是我们比较会觉得比较遗憾的 是因为这个真的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合法 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方式 辅导我们的司机取得职业驾驶执照 没问题的 可是车辆的部分 这个是有点点会造成一个困难 是他如果要做兼职 他就得去买一辆全新的车 那我们Uber分成Uber Black跟Uber X Uber Black它用的就是R开头的主人车 宾市BMW 抱歉 这些车不是他是企业主 企业主那个是在国外有一些城市里面 真的有发生这种案例 但是这不是在台湾普遍的现象 在台湾普遍的现象是 他们平常就是租人车接送 他有空档的时候 他希望增加他的盈余 那我们跟租人车公司 达成一个共识 一个协议 然后让他们能够增加他们的收益 那这个部分 我们承蒙主管机关也是说OK的 我们也比较放心 但是所以这里有一点点要澄清 这个不是说这些人是真正Uber所讲的 真正现在今天讨论的 今天我们讲的是X 那这个X的部分 我希望的是让大家能够明白是说 我们不是在讲说这些人进来以后 他一定是兼职或全职 但是真的他跟租人车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那是因为他们确实是有 他们自己另外的一些生活的内容 那么我们要讲的是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过量的供应 在大台北区 别的城市不见得 在台南 你要交付机车 碰碰运气 在台中 先锋时间 你也找不到机车车的 那台北供应求是个人车牌的开放 刚刚我们有先进已经讲了 它的个人车牌到现在为止 还是可以申请的 我们也再三请问过部里面 这是还是可以开放的 那这样子的个人车牌的开放 如果没有管制 那Uber模式 我讲的不是Uber 我讲的是Uber的服务模式 是不是有可能提供了一个 环节的一个方向 这个我是很希望就叫各位先进 因为这个方向 其实我之前就跟长官请问过 我说如果你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话 有些计程车司机 是不是他可以考虑说 他去找一些其他的工作 然后他不用再每一天 锁在车上12个小时 计程车 很多的计程车 靠航的计程车司机 是每天锁在车上12个小时 他的营业收入每个月 就是三四万块钱 扣掉成本以后只剩两万多 那今天这个问题的话 不是技术性的 现行法令合不合法 我不是来辩论法律的 但是这是政策的问题 我们政策到底是定位在什么地方 你是要让这样的情况 继续恶化下去吗 那我们讲的是Uber服务模式 如果你们针对Uber公司 有什么不满 That's fine 那是应该的 他们是应该被质疑的 但是Uber服务模式 是我们今天应该讨论的重点 我相信公众关心的 也是这个模式 那我们也希望救教各位 是这个模式 到底有没有鼓励的必要 好 大家开始讲 谢谢 谢谢谢律师 我刚刚非常快地先总结一下 就是说谢律师刚刚是说 其实辅导他们取得职业驾照 并且甚至良民证 甚至把这个摆在车上 您觉得都比较不是问题 比较大的问题 是那个车子本身的那个问题 好 那但是最懂这个的工会 对不起 我没有顾问先生 你回去跟你内部讨论一下 你的模式跟我们都一样 但是我知道 你的技术比我们还好 你的模式只是说 要成立一家经济公司 这个名称 都只是增加一家公司 或者车队而已 但是用技能车的名称 好像不太好 我就告诉你 你回去就用 交通运输资讯公司 哦 很好一个名称 但是他营运的行为 一样 所以我说希望回到我们这里来 对不对 一样可以提供你那些服务 回去告诉你们 谢谢 对 那个 好 没有问题 主公会的声音 我想这个各行业都是有的 那接下来这边 第二位举手 喂 喂 大家好 我是顾问团的彭颜翰 那个我想先分享几个 我个人的观察 那第一个我觉得 就是沙头生意有人做 培见生意没人做 首先我觉得不管合不合法 Uber在 它之所以可以造成这么大 我们的骚动 就代表它一定 钻到了我们某一些漏洞 而且我们本来没有办法 控制的部分 所以它的活下来 它的生存 其实就是某一种证明 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现有的 所有的计程车公司 包括大使队 就一定要面对 那知道要参加这个会议 我个人在 我过去的两三次出国 在中国大陆 好几个大城市 我还连续全部都搭Uber 而且我每一个Uber时机 我都用天野调查的方式 跟它聊天 那我必须说 就是Uber的整体的形象 包括它整个行销 还有它的经营模式 确实在消费者 使用者体验上 是很优于 现行的车队 但是我其实看到了 台湾的计程车的车队 一直在改进 所以我必须说 就是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先正视这个挑战 他们之所以可以 Uber之所以可以造成这个骚动 就是我们一定有某些不足 那其实再来 我再说 我其实觉得台湾的环境 并不应该要去抵挡 创新的不同模式的商业 但是我因为这件事情 我觉得公共安全的 这个底线一定要踩住 包括为什么要管制 其实在安全这件事情上 是很大的考量 包括乘客的安全 还有这个司机的安全 所以在这个安全的底线上 Uber必须要能够说服大家 这个底线是有踩住的 然后我们才说 在这个底线之上 有些管制可能是多虑了 或者是在过去的时代当中 它的时代背景你要管制 但现在这个时代背景 你或许可以不用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们未来 可能要解除任何的管制 在司机这一端 跟在乘客这一端 他都必须要得到非常透明 而且完整的了解 就像我们有一阵子 门号可吸的时候 他会你没打通电话过去 他就会告诉你 这通门号现在已经 攜带自哪一个电信公司 他必须知道 就是必须知道 你如果搭于Uber 你没有办法享受 现在的机轎车管制当中的 什么保险 什么好处 什么安全 那如果他仍然愿意 我认为这是 可以给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一个空间 那我最后说 我自己对Uber的感受 就是 再来就讲 这个税的事情 可是这税的事情 我觉得身为一个国民 就是这间公司 在这个税务上 没有办法交代清楚 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完全无法接受 所以我个人对Uber的做法是 我在台湾我绝对不做Uber 因为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无法接受 但是我离开台湾 我全部打Uber 我不打建策 他不缴那一国的税 刚我屁事 有有 那个 那个 离台湾上确实有 有一定百分比的人 是这样投票的 没有 绝对是这样子 是 您并不孤单 对 所以 我认为 在模式上 Uber其实很成功 而且你 你已经直接就说服了 非常多的消费者 但是在税这件事情上 其实是非常多人 在 是一个道德上的隐痛 就是 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好意思 必须要答对您 那个 刚刚是周老师吗 哎 主席大家好 因为 今天来谈这个议题 我也很难得 先听大家的意见 过去大部分 这种场合 是 我先把状况 跟大家说明 因为 在这个行业 我 二十几年的经验 那 我 谈今天的 共享经济的议题 里面 我挤两个例子 是 大家接触到 一个是各位 在网络上看 会看到一个 北北级的一个 叫做 绿色工程 这是我们 辅导建制的 是鼓励自用车 共乘 可是那个网站 架设在那边 其实 其实很可怜 因为 用的人很少 就是大家 顾励到 是一个安全 是一个陌生人 你要去没有他 让他们一起搭 车 但是这个 共乘的概念 它是 一个上班的 自用车的车主 我把我的座位 让其他的乘客 来跟我共乘 所以他提供的是 车主跟 他的乘客 共乘 去分享 那当然 还share了一部分 他的成本 那第二个 的经验是 各位在台北 到阳明山 文化大学的 这个 我们的计程车 共乘 就是从捷运 阳明山 那个 建坛站到 那个是我 我负责辅导 那这一部分的 共乘是 乘客 共乘 就是我是一个 计程车 我车上有 四个座位 五个座位 然后这四个乘客 五个乘客 大家一起 甚至于到 位置的车子的时候 第六个 第七个 它还会更便宜一点 但是 大家就 这些乘客 就一起 上这个阳明山 那这一部分 它就是一个 计程车 那其他的地区 大概也很多 现实想 这样恍笑 这样一个 就是说 让乘客负担 比较低一点 然后一样 使用到一个 比较便利的 一个便捷的 交流工具 那今天我们谈 共享经济 包括Uber的议题 其实 我目前在负责 这样一个 但是我不是对 Uber 是对整个 国内的 租车车跟 计程车 整个营业 小客车 这个产业 因为大家提到了 这个整个 我想时代在改变 那有一些 创新的服务 是不是我们要 把它导入进来 那 刚刚提到 这个共享经济 的概念 其实我在今天 开会之前 也刚好中巧 因为我专案的关系 我也跟 这个相关的几个团队 我都有谈过 那这里面 我想我们 我们最大的问题 是说 我也知道 我很多学生 他告诉我 使用Uber的 一些状况 我自己没有用 但是我在 我上班的地点 就在林口 我如果需要 我是打电话 叫车行 叫车 他来的是叫白排车 对不对 那就是说 代表我需要 使用的那个地区 换句话说 各位可能看到 我们在台北地区 是 计程车密度 最高的一个城市 我们有将近 五六万辆的计程车 台湾只有八万多辆 在我们台北 就五万辆 那其他县市 其实高雄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所以说 我们现在其实 国内的计程车 攻击是很高的 可是这都集中 在都会地区 因为计程车 大概都 传统 过去都是巡回朗客 那你说 现在的科技 是不是我们的业者 接受了 对不起 也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有加入我们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派遣的模式 大部分的现有的驾驶 还是都是什么 我们传统的 那种所谓 定点排班 跟巡回朗客 那当然这个 这里面可能 我有看到 我们国际的评比 计程车很棒 那是针对我们 派遣的计程车 可是各位如果到 台北车站的 排班计程车 那又是完全天差地别 这个我想 这里面就有一些 消费者的声音 里面就说 我搭到了费用 是同样的费用 可是我接受到了 可能那个服务的等级 落差很大 那今天Uber提供的服务 又是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 我有时候要去演讲 我说我搭计程车去 这个业主会告诉我说 对不起 我一定要派一部 驻车车给你 因为对你是一个 叫做礼宾的概念 那协商务告诉我说 他坐了这个Uber的车 他有感觉像 那个跟我们 驻车车的差异 就在大概是这个 租车车的概念 但是租车车的价格 高贵 那驻车车的价格 是照跳表 执行资 所以这里面 我想有一些市场的欺格 所以我今天 其实没有站在说 Uber或者驻车车 到底什么样 我只把大概 尤其是我们在 谈共享经济里面 我就我们的白牌车 自用车的共享 跟驻车车的 共产的实际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 那我也试着希望说 我们在未来 这个共享基地里面 其实有一块 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 应该是车主 在我 这个 这一趟的行程过程当中 我把我的座位释放出来 座位释放出来 那怎么样去 埋合这件事 其实是我们现在在 历史社共同华 希望去做的 那如果回过来 如果它是一个专职的 恐怕在我们这些 运输业里面 要么就是我们现在 租轮车的一个市场 要么就是基轮车的市场 那这个中间 两个其实都有一些重点 那这个目前业者上面 也大概都有一个默契 我想这个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再赞用太多 因为这里面 未来如果大家有机会 我们再来分享 谢谢 谢谢教授 提供很多很实际的数据 跟资料 请一定要寄给我们 让我们放在V台湾上面 好 那我想最后最后 就是说 我还是讲一下说 就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是政府能够 藉由面对物费的挑战 来改善继承成目前的状况 那我们今天听到了非常多 就是实际的想法 论点 有些同意的 有些竟然提出了新的资料的 以及之类的 我们都很高兴 但是我想我们最后 还是要做一个 造一个 OK好 没有问题 有一个问题 对 是的 请说 那就是 证委 然后各位 掌握先进 大家好 那 就我大概提一下 就是其实我 做这种共享经济的车 就是 就是经验 其实算是蛮丰富 我在矽谷的时候 做Uber 然后也做Lift 然后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Uber也做 然后第一打车也做 神舟快车也做 就什么都做过 那我这个人就是习惯比较不好 就是反正我坐车 我都会跟司机聊天 那所以刚才讲说 共享经济这一块的时候 其实说实在 我在这几个地方 跟司机聊 大部分其实 其实我觉得 讲共享经济是 有点超过 因为大部分其实都是 真的是为了你才开过来的 所以如果你要说这个东西 它是共享经济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某种程度上面怪怪的 那第二点是 其实我在大陆的时候 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我坐了一趟Uber 然后坐上去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他要到哪里 然后他坐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跟我说 诶我这礼拜就是 那个补贴的那个额度 就是我要跑几趟才可以跑到 我可不可以在中途 把你丢下来 这样子我可以再多跑一趟 那所以我其实我就觉得说 这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就说你们一直说 这个是一个共享经济这件事情 我觉得超奇怪的啊 就是你都说是共享经济 就是你开过去 然后就是 就是顺道载你过去 但是然后你还用补贴 这样子就是摆明 就是叫人家说 你要全职去开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这逻辑上面 有点小小不通啦 那第二个事情还是 第二个事情还是 还是一样 就是在台湾这边 我跟彦翰一样 我们都不做Uber 就是我觉得 睡的这个事情 一定是要就是要说清楚 讲明白啦 那以上谢谢 因为刚刚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 其实并没有这个时间限制啦 其实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 就是最后的一个收尾 所以刚刚有举手的人就讲完 然后讲完之后 我想我们就请就是政委来做一个最后总结 所以刚刚是这边跟这边在 我是宇昌 那这边就是我自己的声音 那首先那个网路上其实有很多声音都提到 就是传统的计程车司机被车行的特许管理制度给欺 刚刚的交通部其实也报告有提到 计程车司机目前在台湾的收入算低 然后刚刚也查了一下新闻 有个三年前的新闻就写 有个计程车司机他赚了9万 但是被车行呈生剝销以后只剩下3万 那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Uber的出现让很多司机好像有办法 有更好的选择 那台湾大哥大或计程车工会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有没有想要去改善这个计程车司机的困境 那交通部或劳动部 或者是车行未来有没有方案去应对这种问题 计程车工会是不是可以发挥替司机说话的功能 那再来就是Uber的出现 其实有点出了很多 目前计程车行业还做不到 或是没有做好的服务 举例来说对很多乘客来说 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 乘客搭车后 他们有没有一个很快的匿名的评价司机的方式 怎么避免司机绕路 就是有没有那个 比如说行车的一个指引 可以避免司机绕路 或者是被塞车塞在路上 以及如果司机绕路了 那个多出来的车费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是退费 那叫车的时候 我能不能直接就看到车子的品质 和服务等级 那对于服务不好的司机 目前的车行和工会 有没有办法对司机做辅导 有没有办法搭完车以后 像我之前在上海搭计程车 搭完他们就直接印发票出来了 台湾都还要自己填 那有没有办法搭完车直接印出发票 那我希望大家除了检讨 目前Uber在台湾的问题以外 也应该对既有的计程车行业去做审视 去改善司机的工作环境 那也要改善乘客的服务体验 谢谢 我发现就是因为杨肖仙 在线上他已经非常热烈在讨论了 所以可能已经没有空附身宇昌了 我们很高兴听到宇昌自己的意见 但是他刚刚的意见 其实就是关于台湾大车队跟工会的 那我想我们就请 我首先先回答一下 我想交通部目前也在严厉 所以计程车的计费表 应该在年底之前都应该会上路 所以所有的坐上车的收据 这些我想都会有 那我首先先回应一下 我是一个业者 我是台湾大车的业者 我不是台客大 我是台湾大车的业者 好 我想有三个最基本的 不太一样的地方 各位谈到Uber 有一些创新的服务 包括司机很好 这个车子怎么样 我想有一些立足上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计程车客运服务业 我们所谓从事的计程车司机 我们是以司机一个合格的计程车司机 如果今天我台湾大 也可以从事像Uber一样的行为 我相信各位想到的这些服务 我绝对不会输它 这我必须第一个讲 就是这是一个 我们在一个既有的合法的 一个政府底下 体制底下 我们是一个合法遵守的公司 所以我必须所有的司机 是一个合格的计程车司机 这我必须第一个先讲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司机车上的计费表 是依照政府所规定的 每一个跳表是多少钱 我没有办法像Uber一样 它可以弹性运驾 如果政府可以 我也可以做 我觉得做得更好 第三个 台湾大车队是一个合格 合法的缴税的公司 我们一年缴了上千万 我想这是三个完全立足点 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刚刚有位发言者说 有一些评价 司机的评价 其实我想他可能没有 坐过我们的车 其实在台湾大车队 刚刚尤其在我们许些简报上 我们是都有 如果各位 待会你 你结束的时候 去搭我们的机车车 你可以现场从那个荧幕上 对我们的司机 做任何的评价 我想这个事情 我们是绝对做得到 所以我再次服役 政府应该来保障一个合法 遵守政府规范底下的 运作的一个业者 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 那如果在一个奇葩点 不平均的状况底下 来衡量两边 我是觉得 如果这样 一个合法的业者 如何去遵守 我们的合法业者如何生存 所以只要政府认为 UPR的行为是合法的 那我台湾大车队也可以做 我相信 我也承诺 我们可以做得比 任何一个车队都要好 谢谢 意思是说 如果能收到两倍的价格 就会有两倍好的服务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吗 不近 因为其实UBER它现在是弹性运驾 它在某一个时段 它可以运驾三倍五倍 由它调 台湾大车队 我们的合法的计程车司机 是跳表多少钱 就应该这样跳 甚至连无障碍计程车 司机花了这么多钱 一台车子将近上百万的车支一样 跟一般的司机一样 我们还是要受到交通部的所有的规范 我想这是奇葩点非常大的不公平 如果今天一个司机 如果我们能够鼓励 就像我们的副事长讲的 如果能够鼓励好的司机 可以不一样的服务 不一样的收费 我想各位 你要的什么服务 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也呼吁政府应该来证实这一段 谢谢 普通 假设Uber这样可以做的话 共享经济很好的名称 刚刚那个先生讲 其实在做什么 百分之二十 假使可以做的话 我们百分之二就好 那个司机一天假使开两千块 我就可以抽多少 他可以抽百分之二十是四百块 我们四十块就好 我们随时可以做 但是我知道 我们今天在这两个小时之内 不可能全部都看得见 看得见整个真面目 包括我们这个行业 各位也不见得看得见 所以还有很多看不见的 可能大家以后 继续的去关心说 你看不见的那种地方 所以我在形容Uber 当然不是指责他 对不对 这个处序就让他破坏掉了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他是美丽的 所以很多人就是希望他美丽 所以他希望去做他 对不对 但是我也要诚实去面对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需要改变 需要改善 我们不止的地方 让国人觉得对我们进行车 长久以来这个名称已经不响亮了 长久以来这个颜色 已经不足以让大家的需求 他喜欢 乘客喜欢 消费者喜欢 喜新厌旧 这个通常一个人的心理都是重要 所以我们都是看得见的 但是很多是看不见的 所以说Uber是美丽之下有风险 美丽的外衣 存在的风险 我不是在指责他 我一直在想跟他合作 我干嘛跟他指责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我是希望说 大家要真的理性一点 我没有办法说 把全部我今天看得见的 各位看不见的全部告诉各位 所以我们一定要慢慢来 各位有时候刚刚接触这个 一定要慢慢来 我们有机会 我一定会跟各位 告诉很多你看不见的东西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不希望浪费很多时间 我代表今天也谢谢行政院 也谢谢各位社群网络的管理者 让我今天能够在这里 诚实这些意见 谢谢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议题 进入V台湾的讨论区的话 其实至少还有30天 大家都可以淑眠的在讨论 我们还会再开工作会议 所以今天真的只是听大家的感受而已 真的听到很多之前 只是看文字没有办法 就是听到的东西 我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也感谢这么晚了 还陪在我们线上的两百位 接近两百位的直播的朋友 这样子 那就请 政院 好 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 也给了非常多的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那我想对于将来 我们要思考这个政策的时候 绝对非常有帮助 那我最后我希望 因为有个问题 因为有个问题其实已经提过很多次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 我们就是希望有一个透明的收入 就是让我们税捐单位有集合的可能性 那另外就是乘客的安全 或者是乘客跟司机有纠纷的时候 请问Uber台湾负不负责 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 因为你刚刚是说有保单 但是保单如果发生要求偿的时候 你们刚刚说台湾会协助 台湾的Uber会协助 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 如果有纠纷的时候 台湾的Uber负不负责 那个国际的保单表示 台湾的司机或台湾的乘客 要跨国求偿吗 那你的协助是求偿的费用 你们会负担吗 等等的 我希望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交代 我觉得这个部分不要模糊 我就是要知道 在台湾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面对你们在台湾经营这样的事业 那我想创新可以让服务的品质提高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 所以刚刚有提过 我们的管理的机制 有没有导致于我们的运输服务 没办法品质提高 这个我想交通部需要思考的地方 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是用创新的名义 不缴我们的税 我们不希望用创新的方式 不负担该负的法律的责任 所以刚刚也乐见 我们这个计程车工会的理事长提到说 非常希望能够跟Uber合作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一个创新的方式 能够让台湾的运输服务的品质更提高 我想今天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找出来最好的方式 让台湾的服务品质 运输的服务品质 成为全世界觉得可以参考的一个非常好的机制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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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